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2024点的8月19号 人们都在期待中院领导人会面 你说这中国人突然关心起外交大事来了吗 不是 人们只是等待着习近平的露面 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期待着他露不了面 这样中国百年未有大变局瞬间到来 至少人民的日子不至于那么压抑困顿 于是呢 国运民运都寄托在一种类似八卦的喧嚣当中了 实际上1971年当中 那个中美搞乒乓外交就有类似的特点 全国人民虽然都在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 至于怎么打倒 到哪去打倒都没有什么好主意 是不是 都碰不着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 结果呢 当美国驻波兰大使与中共外交官 共同出现在华沙的一场服装秀 并想转达美国总统要与中共接触的愿望的时候 那中共外交官还真的见到了美帝国主义了 结果呢 吓得扭头就跑 在那个时候啊 这中共外交官心里呢 冲上前去与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愿望 远远低于被怀疑与美帝国主义勾结 回国被群众斗争的现实 但是当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迅速决定打开通话渠道 就是不要说老百姓就连外交官们都不知道中共领袖的想法 不知道这一直尊敬的苏联老大哥 准备了数十颗原子弹要打击中国 而毛泽东已经准备放弃苏联 从西方那边获得生存和外交空间 更不知道中共高层已经在展开接班人的斗争了 你看这永远健康的林彪 他的儿子已经在策划暗杀 要夺冠兽无疆毛泽东的性命 所以呢 当被打倒的美帝国主义乒乓球 出现在北京的时候呢 人们不会想到外交 盟友 敌人 想不到这些词 只想看看美帝国主义长啥样 嘿 美国人也会打乒乓球 看看我们怎么教训他们 当时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是什么 就是不要给他们剃光头 啥意思 就是说要给美国人留点面子 于是呢 中国乒乓球队的原则就是 不能让美国人看出我们在让球 中国现在史上最重要的外交活动 就是这样的梳妆打扮下粉末登场 不仅不能让美国乒乓球都是看不出我们在让球 更不能让中国老百姓看出中共领袖 已经准备离开苏联阵营投靠美国去了 这个投靠美国的这个变化在八年后 终于由邓小平前往美国完成 1979年 中国人用一场对越自卫反击战 用年轻士兵的鲜血完成了与苏联彻底决裂 给美国投名状而开始了改革开放 因为从来没有反思中共决裂美国西方世界的荒谬 因此中国人保留着党种下的那个对美国仇恨的种子 随时在党的招腕下发芽 只不过发芽之前呢 先享受美国的麦当劳、可口可乐和波音飞机罢了 8月18号 中约领导人会晤 就是有着这种梳妆打败让天下吃瓜的意图 好让人们平息对中共高层的异常变化 对中共政策的悄然变化的关注 中共党魁神隐三周后呢 在浓烈的政变传闻、中风传闻当中呢 这个习近平终于露面了 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前以阅兵式欢迎阅共总书记苏林 两人随后举行了会谈 虽然中约签署了包含铁路、央行、官媒合作和贸易等领域的十四项协议 但大部分都是叫做谅解备忘录 也就是说呢 还只是异象性的 没有太多食吃东西 那即便是习出来了 但谣言还是没有平息 一些人和媒体注意到了 在中共媒体央视五间发布的三分钟 这个三分多钟嘛 这个会谈画面中呢 全程是远距离拍摄长桌子 没有习近平、苏林等人的特写镜头 且只有习近平开场发言的低沉缓慢的声音 稍早央视发布的欢迎仪式画面中 也只有人民大会堂外远距离的拍摄场景 网友当时都愤怒了 说全是远镜头 只看见红地带上两只小蚂蚁在爬行 放大了也看不清楚 就结束了 之后新华社的新闻 这方面图片丰富 视频特写镜头也很多 这一比较中共一看 还不足以平息谣言吗 几个小时候在外媒普遍登发详图特写之后呢 他又补上了习近平夫妇 在人民大会堂前迎接苏林夫妇的欢迎仪式 怎么理解这个现象呢 苏林 他是一个从越南的公安部长通过反腐运动爬升的接班人 他的党内树敌很多 所以总书记这个位置 他也有竞争者 所以他非常需要通过对华访问 通过中共这个目前来说国际共运最大党的认可 来加持苏林上台执政的合法性 以及预告他执政的经济成就 所以不但弄一堆备忘录回去 现场也是图片越多越好 特写越清晰越好 反过习近平本人 相对于三中全会以前 习近平全力打造个人形象 绝不放过任何刷脸的机会相比 新华社报道不给图片 电视不给特写 你还想不想干了 是不是 这样的安排显然存在着刻意低调处理的意图 从新华社补发图片 央视补发特写来看 不是没有 就是特意压下来了嘛 后来补发只不过是发现社会上的负面反应太多了 但是很清楚的一点 大家想啊 就是中宣部对于习近平的造神运动 已经不是原先的节奏了 再进一步想 作为中共宣传部门 当然清楚 现在社会上的政治传言集中爆发 中越两个最重要的共产大党的最高会务 本来就是要通过这个机会来平息社会传言的嘛 但是这样子的报纸不给图片 电视不给特写的异常处理方式 你不但不是来平息谣言的 你是来喂料的 你是故意来增添民间的猜忌的嘛 因此不仅是造神运动 个人主义宣传放缓了 而且是在暗示原先你们这些民间传言可以继续传 也就是在放任对习近平负面影响的扩大 所以不管是替身也好 是真身也好 习近平已经开始从权力巅峰下坠了 其党内反对力量已经至少拥有了宣传口的掌控权了 至于习近平会不会像毛泽东那样 他在七千人会议检讨之后发起绝地反击 重获最高权力 如果是那样的话 中国就必然迅速陷入第二个文革的历史重演当中了 是民族的大悲哀了 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看一下越南领导人访华的实质性内容 毕竟这个中原关系在习近平团队联俄抗美 尤其在台湾在南海问题的冲突热点地区 这越南是拥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的 按照惯例 我查看了中共外交部官宣和越南官网两边的报道 发现习近平怎么就不自信了呢 苏林是强调说 越南自主、自信、自立、自强、民族自豪 五字 我给它总结一下五字吧 还有奉行四部国防政策 哪四部呢 不加入军事同盟 不与任何国家结盟来对抗其他国家 不允许外国在越南境内设立军事基地 或利用越南领土对抗其他国家 第四部就是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 或有武力相威胁 整个内容就一段 总共不到90个字 再看中共外交部的官宣 问题自然就流露出来了 中共把苏林强调的自主自立 刚才我说这个五字 是吧 这个五字它用一句话概括成 越方坚持独立自主 这个自立自信这些东西不在了 因为越南在国际供应链在很大程度上 占据了中共国原有的份额 这样怎么自主自立 这让中共心里就很不舒服 是吧 而越南民族主义的矛盾 它对准的就是中共的侵略威胁 那份越南的民族自豪 这个潜台词是什么 就有着反抗中共国侵略的自豪 所以中共外交部就干预 就直接把人家这个越南总书记的宣讲 直接改版 是吧 此外呢 中共外交部干脆就不提越方 坚定奉行四部国防政策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联系近一段时间以来 你看中共在柬埔寨改建云湖海军基地 云朗海军基地 这云朗海军基地 这里可以监视新加坡海军的 以及对越南海军形成包围打击的 在缅甸呢 又将椰子群岛军事化 来对抗印度和美国对印度洋 安达曼海道的这个航道的控制 来确保中共的印度洋原油供应航道的安全 相对于在柬埔寨和缅甸建立军事基地 如果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 那意义更大 它可以加强一半的南中国海的控制 还有就是阻挡美军对距离越南最近的 海南岛核潜艇基地的威胁 所以越南的四部国防政策 看似有历史上针对美国、针对前苏联 这次不是普京也去越南了吗 针对俄国的踪迹 实际上最现实的就是彻底让中共的梦碎了 因为习近平迫切希望苏联能更靠近它一些 让解放军到越南去设立军事基地 小学生没学历史 更没学地缘政治 被中国皇朝统治数个世纪 以及与中共有领土之争的越南 怎么会让你共军踏入它的领土呢 是不是 那不是等于引狼入室吗 苏联要这么干了 苏联回去党内党内都不饶的 所以越南没那么傻 实际上不仅是刚才说的 这是一种在美俄中之间的平衡许诺 还有实质性的对中共的威慑 什么威慑呢 2023年 越南和美国台湾一道共同反对了 中共在有争议的西沙群岛的中建岛 修建军事设施和跑道 中建岛是距离越南本土最近的岛屿 现在被中共站着 但越南声称是它的 中共通过在南海的两场战争 实现了对西沙群岛南沙岛屿的实际控制 而这些占领对于越南的政权和民间来说 都是民族之痛 对于苏联来说 这就是典型的在越南境内设立军事基地 和用越南领土对抗其他国家的行为 是不是 咱们就可以想 那么苏林的话是不是还有这种含义 等到时机一到 越南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四不原则 收复中建岛呢 是不是 中共外交部抹掉苏林的这句话 它能抹掉两国之间的仇恨吗 还有这中共外交部八股文也正要写 说越方什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认为台湾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 坚持坚决反对一切形势台独分裂活动 坚定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 但是在越南官媚中只字未提 那么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越南方面要不要出来走两步澄清一下 你到底跟中国有没有说关于越南 关于台湾的这一番表态 是不是 我们知道台湾在越南的投资是相当大 越南有相当多的 非常优秀的一些出口加工企业 都是来自于台湾 越南不会在这个时候轻易的答应 中共对台湾的这种态度 说又是一个越阻带炮之事 另外呢 中共外交部声称啊 苏林说了 越南党和政府将继承阮副仲同志一致 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定沿着中国老一辈领导人 特别是阮副仲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 共同确定的道路前进 这一话就很有意思 沿着老一辈领导人特别是阮副仲和习近平 怎么习近平突然一下变成了老一辈领导人了 西医北领导人是谁 是吧 但是在越南官媒当中完全没有这句话 不知道以务实主义者著称的苏林 会不会走软腹重的极度保守的传统共产党道路 但是习近平总书记确定的道路现在真是没准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不说别的了 就说这个苏林开场白中寒暄的客套话 刚才说了 越南官媒只用了不到90字就写完了客套话了 结果中共外交部写了176个字 而且语气根本就不是苏林的 倒像是王毅的 你看中共外交部怎么说的 他说苏林同志说了 是吧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 中共胜利完成18届三中全会确定所有改革任务 取得巨大发展成就 国际地位影响力日益提升 为这个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全力进步做出重要贡献 越方祝贺20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 开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巴拉巴拉巴拉 相信在习近平总书记提论领导下 中共中国必将胜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这不是借苏林的嘴来夸习近平的吗 是不是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 就这个意思 这给那些还不相信习近平的人看看 你们别不相信我们总书记 你看这个越南总书记都夸咱们好了 所以你们要对习近平有信心呢 只有习近平能领导咱们中共共产党存活另外一个一百年 这不就透露出什么 就是习近平极大的自卑感吗 是不是 咱们就知道一个正常人他要有充分的自信呢 他需要别人这么去捧他吗 再结合什么 卸风紧急召回北京 乌军突破俄罗斯境内的战争形势巨变 中共悄悄终止对俄罗斯的金融和关键军事产品的支持 中共的最高层很明显正在发生一场国家政策之变最高权力的斗争 王毅作为外交系统高级官员也必须占立场 必须站队 必须表态了 所以这种公开篡改外国领导人的讲话 90字变100多字 就这种篡改 为了什么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为自己添加外交工作的成就 同时的表忠心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投机嘛 政治投机的背后就意味着极不稳定的权力架构重组 如果回到咱们节目开始 人们为什么从不关心什么外交什么领导人见面 怎么都突然过来围观习近平的路面了呢 因为大家希望传言为真 因为大家都希望有个变化 因为大家过得实在太苦了 近日呢 一篇TV 一个外地女孩死在了我出租的公寓 就这么一个微信文章 震惊全网 尽管全网封杀呀 依然无法禁止人们的热议 说是一名来自宁夏民困平和山区的女孩 承担着全家的希望和压力 终于考取并毕业于北京名校 而且多次在家乡省份这些事业单位呢 比是考货第一 就是考公务员呢 考第一了 但是因为没有背景 无背景 每次都在面世界的遭到淘汰 他毕业近十年 几乎都是农民父母支撑集生机 毕业花多少钱 农村撑着 农民父母撑着 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十年 也是父母撑着 最后竟然饿死在西安的出租屋里 这个女孩的经历反映了中共当下太多的社会问题 就是这一个死带来的就是这么多的思考 你看城乡巨大的贫富差距 是不是 不仅依然催着 而且越来越大 你说这个孩子 他说宁肯饿死在城里也不会乡下 说明什么 说明乡下比城里饿死的这种生活还要苦 习近平的全面脱贫的政治成就 那么显然就是虚假的嘛 城市里依然面临着就业难问题 名校如此 朋友们想想普通人又能如何呀 中国社会权利和这种利益的联姻 寒门子弟永远看不到社会上升的管道 甚至连活下去的机会都被剥夺了 这就是人们苦苦思辨的原因嘛 说回来 就是你要不折腾 人民就不会折腾你 你让人民活不下去了 那人民就让你活着 要天天出来证明你自己还活着